其实说到小哥和北京应该已经有着不少的情缘了 没错 而且真的像王素所说的 我们真心的期待 这是一支潜力股 能够吸引更多的北京人去关注 真的像我们的短信平台上很多朋友也说到 期待着明年我们能够看到这种真正的北京的得比 说实话 效力北京这个球队的时间并不是太长 小哥 但是呢 这个瑞恩格里菲斯确实给咱们北京球迷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因为小哥与北京的情缘 似乎有些说不清 但是大家有的心知肚明 瑞恩与北京的情缘 我们还得从2007年说起 可能当时不少的京城球迷都看不惯那个在风体 一直跟国安较劲的辽宁队外员 但这也正是小哥的个性 为了球队 为了胜利 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 也许连小哥自己都不知道 他与北京从此结下了情缘 两年之后小哥终于来到了北京 成为了国安队的一员 2009年亚冠的首场比赛 国安队重返攻体的首秀 瑞恩身披绿色战袍第一次亮相 对手是他的哥哥亚当格里菲斯效力的纽卡斯尔喷起脊椎 面对澳大利亚同胞的凶狠防守 瑞恩用无数次的拼搏 无数次的奋不顾身为国安打开了胜利的大门 瑞恩格里菲斯这个名字 从此在京城球迷的心中有了一席之地 在那个令人难忘的2009赛季里 小哥用他的职业精神感动着所有的人 这其中包括客栈精八的那次血染赛场 包括对阵成都的绝地反击 包括对阵长春时的独中两元 而在联赛的最后几轮 当乔尔遭遇停赛之后 林威受命的瑞恩立刻承担起了 为国安催城拔债的任务 三场比赛四路进球 国安对16年的冠军梦想 正是在瑞恩的左脚之下成为了现实 我爱你北京 一年的时间让小哥从此爱上了北京 但接下来的2010年对于小哥来说 注定是一个伤心的赛季 这一年小哥还能像往常一样 带给我们这样漂亮的进球 但这样的画面却是屈指可数 更多的时候留给小哥的是这样的红牌 以及那挥之不去的伤病 左脚上扬 小哥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欢乐 但右肩下沉 小哥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最终小哥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离开北京 离开中国 尽管澳洲大炮没有刚波斯那样的超凡实力 没有卡西亚诺那样的情义无价 没有叶利奇那样的疯狂进球 但这丝毫无损于北京球迷对他的热爱 2010年11月8日的首都机场 待着对于北京所有的爱 小哥离开了中国 只留下了这段成路 或许当时并没有多少人 奢望小哥的重新归来 更多的时候 我们只能默默地守在电视机前 关注着远在澳洲的小哥 为他的进球而欢呼 为他的失落而沮丧 不过这一切在850天的等待之后 终于成为了现实 重回北京 我们也希望小哥的故事 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也希望小哥和北京的这份故事 给我们更多的惊喜